诶,写上去 搞不好有人不知道 你是答错 两个选项 诶,答错两个选项是得几分 得0分哦 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诶,安静安静 为什么这是答错两个选项 请解释 因为你没有选A跟B 对,这样是答错两个选项 那V跟Z呢? 本来就是不选所以不答对 对,非常好,听懂吗? 答错两个选项得0分 所以如果你放弃作答,当然就0分哦 来,接下来第二种情况 安静安静好,来 请问你猜几个选项? 猜一个 好,那请问同学哦 猜一个选项的话 呃,我们来看哦 猜一个选项情况有几种? 两种 五种 五种? 哎,对不起 来,你可以这样想哦 猜一个选项是这样的 你也可能猜到A 猜到B 猜到C 猜到猪,对不对 求你哦,如果你猜A 你可以得到几分? 2.5分 请问你,如果你猜B得几分? 0分 如果你猜到C 得几分?2.5分 猜到猪得几分? 所以我们就应该完全知道一件事情 就像上次我讲的那个红色油漆的比喻 对不对 请问你哦 长期下来 长期下来 你每个选项应该都没有特别的偏好 每个选项被你猜到的机会应该都一样 所以长期下来你告诉我 如果你选择猜一个的话 这四个 长期下来这四次你猜四次有几次会对? 有两次会被你猜对 所以我问你哦 这个袋子里面的总分是几分? 是五分啊 你可以把这五分分给这四种情况嘛 所以你告诉我他的期望值是多少? 就是四分之五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期望值就是四分之五 如果你要快你就可以这样写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如果我考试这样写会不会被扣分? 很有可能被扣分 因为你这样写的话有点没头没尾 你可能要让那个初级的老师去猜测说你在想什么 我跟你讲 我老实跟你讲 你考试这样写 其实我知道你在写什么 但是这计算题肯定没扣分 因为写的不清不楚 你听到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这样写不行 那你说老师那考试像这种情况要怎么写会比较好 那我跟你讲 如果是考试那你就建议你怎么写? 表格 对就画表格 我真的强调这样子 好不好? 虽然大家都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现在教你就是 怎么做可以拿全部的分数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这样写啊 上面就写什么? 就写得分 那下面就写什么? 几率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对不对? 好那请问你哦 上面这个情况要怎么写? 你猜一个哦 你有可能怎么样? 选到对的啊 对不对? 你就这样写嘛 选到对的 OK 然后 来 有可能是怎么样? 对 选到错的 哎呀 懂这个意思吗? 如果你今天考试要比较好一点的写法 就是如果希望可以 就是你知道了 就是这样写会比较好的 来 那我问你哦 选到对的 比如说 答案是AC 你选A 对不对? 选到A 那请问你 你得分是得几分? 2.5 请问你这是错几个选项? 是错一个选项 可以得到2.5分的 对不对 2.5分 那你如果选到错的 比如说你选到谁啊? 比如说你选到B 哎呦 请问你哦 选到B你是错几个选项? 三个选项 三个选项 我跟你讲 这种情况是错三个选项 知道吗? 啊错三个选项几分? 当然是0分啊 对 当然是0分 那请问你 这个几率这边要怎么写? 下面这里应该是C4取多少? C4取1 那选到对的这里就是C2取多少? 1 所以这个几率是多少? 1分之1 然后这里一样 C4取1 那这里是C2取多少? 1 所以这个几率是多少? 1分之1 你听懂我在讲什么? 如果计算比较清楚你就这样写 那如果填充题 谁知道你怎么写啊? 你要这样写也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期望值 来我们来计算它的期望值 那就是把它的得分2.5 再乘以1分之1 再加上来这个是0 再乘上1分之1 来请问是多少? 1.25 期望值有没有单位? 有 1.25分 对吧 所以注意 你猜一个选项的话 你的期望值是1.25分 我这样讲很清楚喔 应该没有很快 你听得懂对不对? 好 那现在同学我们进入 天啊 写这么久才写到猜一个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情况 猜两个 猜一个要猜10分之1 猜两个 没有关系啊 把它讲清楚比较重要 我只是告诉你 你的最佳策略吧 我问你喔 猜两个 怎么快速算它的期望值 怎么快速算它的期望值 很简单啊 我问你一件事情啊 猜两个的情况会有几种 C4取2有6种 那6种你都给我列出来好不好 是哪6种 你可能猜A跟B嘛 好啊 还有谁 A跟C 还有A跟珠 还有谁 BC BC B珠 还有什么 C珠 C6取2嘛 是不是这6种 啊不是C6取2 C4取2 讲错了 好那现在 其实如果你要快啊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请问你喔 如果你猜AB的话 你会得几分 0分 0分 1分都没有 对吧 对吧 你如果猜AC会得几分 5分 会得5分 请问你 你如果猜A珠是得几分 0分 是得0分 啊猜BC呢 0分 啊这个呢 0分 这个也是0分 那换句话讲喔 同学你知道这件事情 每个选项你都没有特别的拼好 你不会说我特别喜欢AC 对不对 还是特别喜欢A珠 没有 你这个设定都是你每个选项 都是随机的对不对 所以长期下来 这每个被你猜的情况 那个频率应该会去稳定嘛 所以你马上就知道 他的期望值是DOTA 他的期望值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就把这5分 平均分给这6个情况嘛 所以答案就是DOTA 6分之5啊 6分之5 6分之5 跨成小数大概是0点多少 你们昨天有算吗 6分之5大约是多少 0.8 6分之5大约是 0.8 83 分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期望值大约是0.83 好现在问题来咯 请问你如果今天这个题目要写清楚的话 我再写一次给你看 就最后一次 来请问你这个要怎么写 如果要写清楚啊 来你看哦 我再写一次给你看 这个一定要注意 出去考试 你的得分 有时候跟你讲的会有落差 你要注意这件事情 尤其是你们现在有非选题 好吗 每次同学都说 欸我觉得我做你写很棒 啊为什么要模拟考出来 他分数那么低 发生什么事情啊 不知道 对啊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人家就不喜欢你写的东西啊 就这样嘛 来那我问你哦 来 这个要怎么写 比较好 如果选两个 欸拆两个 这个要怎么写 你们会怎么写 如果拆两个 这个分类的话你要怎么分 你要是选到对的跟错的 两个都选到对的 可以可以可以 写白话一点 两个 要写那么多字吗 好没关系 都 选对 这样这样可以 两个都选对 好来 还有什么情况 你不能马上写其他哦 你让你写其他 其实有效我可以扣分哦 两个都选对 另外一个是怎么样 一个对一个错嘛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只是一个对一个错跟全错五个都一样 诶 一个对 对我知道 来 写上去 一个错 所以不能写其他 所以还要再设一个 两个都写错 我觉得这样写比较好 你要假设那个 你要假设那个 来 然后 另外就是 两个都怎么样 都选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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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為什麼嗎?一個對一個錯 譬如說正確答案是AC對不對? 那他要選什麼?他要選AB 對吧?一個選對一個選錯 請問你這是錯幾個選項? 兩個 錯兩個選項為什麼?請解釋 一個多選的B少選的C 對很好 我覺得如果有同學不懂為什麼這一題 其實他會得0分 這種情況他會得0分的話 你應該要注意他是錯幾個選項? 他是錯了兩個選項 有些人會以為這裡是2.5 你不要以為說不會喔 有些人的心中他第一次遇到這個東西 他會以為一個對一個錯是2.5分 真的有人是這樣想的喔 但是我現在很明白的告訴你 這是得0分 為什麼? 剛才錯子言講得很好 該選的沒選 不該選的給人家選的對不對? 是不是錯兩個選項? 是不是這樣? 對嗎? 多選了一個 多選了一個什麼?B少選了一個C 其實你是錯兩個選項 錯兩個選項是沒分的喔 這樣可以齁 好 來我問你兩個都選錯這個當然是幾分? 這當然是0分嘛 你這個機率你也不要直接寫出來 因為要有過程嘛 兩個都選對 來告訴我分母要寫什麼?C4取多少? C4取2 對 兩個都選對 上面要寫C2取多少? 2 所以這個機率是多少? 6分之1 對嗎? 這6種情況 6種情況裡面 只有這種情況可以得5分嘛 沒有錯喔 那一個對一個錯 來你告訴我 這邊要寫什麼? C4取2 那上面要寫什麼? C2取1 沒錯 C2取1 C2取1 兩個對的選一個 一個錯的 兩個錯的也選一個 所以這個出來 幾率是6分之多 4 對不對? 寫清楚 那如果兩個都選錯 當然就是C4取2 然後上面是C2取2 這個幾率是多少? 6分之1 那當然你在寫期望值的時候 你就把它寫清楚嘛 5乘6分之1 對不對? 加上0乘4分 6分之4 再加0乘6分之1 你期望值你就把它寫清楚 所以 我覺得我還是寫一下好了 5乘6分之1 再加上0乘上6分之4 再加上0乘上6分之1 所以算出來這個期望值是6分之5 單位是什麼? 分 你跟台灣人學生一樣 你們兩個答案都對 但是過程 如果人家寫得很清楚 你寫得不清楚 那個差距就會拉開來 你懂嗎? 要注意 你的內容要怎麼呈現 這很重要 這已經不是會不會的問題了 就是大家都會 但是你要怎麼寫 好不好? 來猜2個的情況 哇! 這個期望值猜6分之5 比較低嘛 對不對? 來接下來我們看第4種情況 來第4種情況是猜幾個? 3個 對 猜3個 我們班同學其實很聰明喔 如果這一個題目猜3個的話 C4取3 告訴我你有幾種情況可以猜 4 4種 哪4種要幫你給我聽 你可以猜ABC喔 你也可以猜誰? AB珠 還有呢? AC珠 還有呢? BC珠 對不對? 根據頻率的穩定性 頻率的穩定性 你告訴我 你如果猜ABC 你可以得幾分? 正確答案是AC喔 2.5 這幾分? 2.5分 來寫上去 2.5分 那你猜AB珠會得到幾分? 2.5分 0分 來 那猜AC珠呢? 2.5 2.5 那猜BC珠呢? 0分 所以你長期下來喔 注意喔長期下來 每次次裡面有兩次你會得0分 兩次則2.5 聽懂這感覺嗎? 這要長期 期望值 所以這個期望值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把這個5分分給這四個東西 所以答案是多少? 4分之5嗎? 這個exploitation是不是4分之5? 4分之5就是多少? 就是1.25 結果你發現喔 你猜一個選項跟猜三個選項 希望值是一樣的 好 那我當然還是跟你講清楚喔 如果這個題目今天 你需要寫過程的話 請問你該怎麼寫會比較好呢? 哎呀 來 這裡上面寫得分 下面寫幾率 來 告訴我怎麼寫比較好 你說 得分這個要怎麼寫? 情況要分幾種? 四種 簡單的分類就好 兩種還是四種? 兩種 兩種你要怎麼寫? 三中二 三中二 錯一個跟錯兩個 錯一個跟錯兩個 兩個選到對的一個選到錯的 我覺得這文字敘述有點隆長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大家要看得懂 三種都不行 那就兩對一錯這樣好了 嗯 好了這樣 兩個選到對的一個選到錯的 兩對一錯 OK 另外一種情況是什麼 兩個選到錯的一個選到對的 這樣應該可以吧 我覺得這樣子老師在看的時候 應該會覺得OK啦 好 來那我們來看他的得分 請問你喔 兩個選到對的一個選到錯的 可以得幾分? 2.5分 來寫上去 2.5分 那兩個選到錯的一個選到對的這幾分? 這0分 這0分啊 那算機率很簡單啊 告訴我下面要寫什麼? C四取多場? 3 兩個選到對的上面要C二取多少? 2 一個選到錯的C二取多少? 1 所以這個幾率呢 1分 2分 1